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不是可以说明老蒋愈发不信任罗将军了 不然军统不敢把一个中将劫持走 并且用武力威胁他 有这种可能 上级也命令我们尽快地接近罗将军 动员他早日投诚起义 我能不能开诚布公地跟他谈谈 这可不行 近几天你还是不能够暴露自己的身份 可是 怎么样才能让他相信 共产党真的要跟他谈判呢 军统冒充共产党 这使罗将军 不会轻易相信别人了 可我总觉得 他对我这个人 还是比较信任的 你和他单独在一起的时候 可以很委婉地探寻一下他的真实想法 好 说话一定要谨慎 不要抱住自己 上面没说让我扣押他 也没说让我干掉他 我不敢不放 好歹他也是个中将 上面不是说中头有密报 说他已经投共了 为什么不许干掉他 我想还是在这关键时刻 上面怕他的十万将士 造反投共吧 可是如果现在不下手的话 那个姓罗的真的投了共产党 我想到那个时候 我们就没有机会了 我猜想上边也只听了中肚的密报 没有抓到这个老家伙的证据 不然的话 上面什么时候 对象投共的人这么手软过 那咱们下一步怎么办 还是那句话 军统的人是不能让中统的人 战上风的 我们必须尽快拿到 那个姓罗的投共的证据 笔报上去 可是咱们目前想要派人的话 恐怕就太难了 那个老家伙现在非常的敏感 陌生人是不许进司令部的 显然他现在提防着呢 我想我们还是从他的司令部里 找人做眼线 这样比派人进去要好 不容易被发现 可是那个姓万的副官这么一死 恐怕就没人敢出卖他们的司令了 那只能说明你的工作没有做到家 要做到软硬监视 安危并重 威胁和利诱要一起用 我就不相信哪个人能顶得住军统的公事 好 我现在马上制定计划 长官 有一位长官让我把这封信交给你 向小姐 我们知道 你曾经和好几个男人同居过 如果你不想让我们把这件事告诉达理 就请今晚八点到大兴饭店 一层酒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打赏 向小姐 向小姐 你终于来了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你猜呢 我怎么猜得到 你知不知道我们是什么人 这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将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能够阻止我们把你以前的丑事告诉达府官 你们想要 你们想要多少钱 钱 我们对钱并不感兴趣 那需要什么 我们需要的是情报 你们是军统 我刚才跟你说过了 我刚才跟你说过了 我们是什么人 这并不重要 什么情报 因为你是罗斯林的机要秘书 共产党 共产党现在正在争取它 拉拢它 我想 这件事情 你应该比我更清楚 罗斯林 你们想让我做第二个万国风 他已经被枪毙了 不 我不想死 笑话 你肯定不会有危险的 不 罗斯林说了 如果是要背叛他 绝对不会有好下场的 我们肯定会为你保密的 不 我不会这样做的 如果你不跟我们合作的话 你知道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吗 把我的事告诉达副官 他根本不爱我 再说 这和我会被罗斯林处死的结局比起来 实在是算不得什么 好了 我对你们的合作并不感兴趣 再见 站住 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听说 你爹是被共产党打死的 我想 你该不会和罗斯林一起投靠共产党吧 我当然不会 如果他 起义投诚 你该怎么做 我离开这支部队 回家 我想那个时候 你恐怕就走不了了吧 可我 好了 我们只有一个要求 就是在罗斯林投共之前 给我们一个确定的信息就足够了 这 那个时候 我们一定会收留你的 报告 进来 进来 司令 信件 写着请您亲戚 刘雨 欢迎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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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共产党来的归缺心 这不会是军党玩的宝器吧 他们不敢这么做 这等于是替共产党做宣传 煽动军心 这可是死罪啊 连老蒋也不许他们这样做 莫非 这真的是共产党的信 肯定是 那这信上是说 劝我尽早脱离蒋家王朝 投诚起义 是这些 大副官 你说这共产党讲信用啊 啊 这个啊 我可不敢妄加评论呢 这里没有别人 你说吧 啊 这些年 共产党 像是说到做到 他们答应的事 我没听说反悔过 是啊 我也这样听说 啊 呃 这 老蒋就不同了 出尔反尔 反手为云 覆手为雨啊 是啊 大家都这么认为 哦 我只是胡说 罗斯林千万要原谅 哎 你跟我说了你的真心话 这很好嘛 啊 谢谢罗斯林 跟你说句实话 我很想与共产党侍卫的人见见面 当面谈谈 司令 小心咱们内部有间隙 现在已经到了关键时刻 再不谈 恐怕就完了 别的 我也顾不了这么多了 啊 这 可是 咱们到哪里去找共产党呢 人家在暗处 咱们在明处 人家容易找咱们 咱们 可不容易找人家呀 这个我不管 我交给你一个特殊任务 十天内找到共产党 找不到 别回来见我 啊 罗斯林 我 什么事都可以为司令去做 甚至可以为司令献出生命 唯独这件事 我实在做不到 司令还是另找他人吧 别人 别人 我不相信别人 像万国锋这样跟随我多年的人都可以背叛我 我怎么还能去相信别人呢 可司令 为什么可以相信我呢 这我知道 你比他们更可靠 据我的观察 你不贪财 不耗色 不中名利 这样的人 是值得相信的 我相信 你是不会辜负我的 可我 去哪儿找共产党呢 城里找不到 就到城外去找嘛 现在共产党大兵压境 到处都是解放局 你去吧 我 服从命令 大副官 我的命 和这么多弟兄的命 都交到你的手上了 是 我一定尽全力完成任务 大副官 和参部长 罗司令呢 罗司令感冒发烧 军医要他必须休息 大副官 你说我带你如何呀 带我很好 这就好 我问你 你有什么事 不该瞒着我吧 绝对不会 我问你 你找到共产党了吗 我找共产党 我为什么要找共产党 这属下不明白 看来 你是不愿意跟我说实话了 我只是一个 小小的中校副官 而和参部长 贵为国君少将 我怎么敢向您撒谎呢 那天 罗司令都向你吩咐什么了 这个 你 又装糊涂了 罗司令 每天有 几十件事吩咐我做 我实在忘了是哪件事了 当然是最大的那件事了 最大的 向工商界借钱 筹措军饷 我指的不是这件事 那还有什么事啊 属下 实在是想不起来了 他要你去找共产党的那件事 这么大的事啊 和参部长 可不去问 罗司令吗 这阶段 罗司令沉默寡言 什么也不愿意跟我说 属下告辞了 站住 参部长还有什么吩咐啊 你 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呢 罗司令让我迅速找到发信的 共产党地下组织 把他们交给军统处置 以免军心浮动 你再跟我撒谎 就半年谎言 好吧 咱们就走着瞧 怎么样 罗司令确实下了决心 决定脱离蒋家皇朝 他希望能亲自与咱们的负责人谈谈 你确信 他是真心的吗 我确信 好 我马上安排时间和地点 还有一件事 就是那个姓何的参谋长 过去罗将军对他非常信任 可近一段时间忽然疏远他 他总是追着问我 罗将军说了什么 有一次谈话 他竟然知道了内容 我怀疑 他偷听了我跟罗将军的谈话 这杂盘军的将领 出身很复杂 而且有的人经常左右摇摆 靠卖主求荣 你一定要小心他才是啊 报告 进来 报告 罗司令 达副官 快进来 您有病 还是躺着的好 怎么样 找到了吗 找到了 不会再是军头冒牌的吧 这位可是千真万确 您就放心吧 坐 快说说 怎么找到的 我去了室外 拿着您给我的密令 从咱们部队的关口出去 见到了他们的负责人 这是他们的几个负责人 给您的亲笔信 好 好 好啊 共产党 真是大度啊 他们果然不嫌弃 我为老蒋卖过您 太好了 他们说 他们愿意与您亲自谈谈 好啊 您就安排吧 那地点呢 哪都行啊 城里城外都可以 那就在市郊的临界线 好 时间呢 越快越好 好 对了 还有一件事 你说吧 何参谋长总是追问您与我说了些什么 千万不要告诉他 为什么 可他是您的参谋长啊 他有可能是中统的间谍 这是真的 现在还不敢最后确定 我也有些人不敢相信呢 这几年我发现 上面对我的行踪 甚至我说的话 都了如指掌 我就开始怀疑一些人了 前几天 我和何参谋长的谈话 居然也传到了上面 我就用重金收买了中统的内勤 他透露 果然是姓和的在出卖我 他跟了您这么多年 您对他也不保啊 人心迫测啊 再说老蒋对咱们这些队伍 惯用拉拢封官许愿的办法 分化瓦解咱们 他既然是个奸细 你为什么不除掉他 他是国防部派来的少将参谋长 我是无权动态 可您留着他 还有什么用处吗 我跟共产党谈好之后 马上除掉他 他肯定知道了 您上次和我的谈话内容 他都已经在逼问的时候 说出来了 莫非 他也给我装了解定器 这极有可能啊 怪我太疏忽了 怎么样 把他抓起来 先不必急 他呀 暂时不会跑的 可他一定又把您的打算 上报给老蒋了 我现在是军权在握 老蒋对我也是鞭长莫及 可您留着他 还有用吗 我已经下命令 严密监视他 不许他出司令部大院 还是罗司令想得周到 你明天早晨再去一趟 尽快安排一下 谈判的时间地铁 越快越好 以防也长蒙多 是 这里 5 5 4 5 6 6 7 10 2 1 10 10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最新战报 最新战报 据国防部可靠消息 据国防部可靠消息 共军在我第三战区节节败退 节节败退 我军乘胜追击 我军乘胜 一派狐言 报告 罗司令 何参谋长求见 好 让他进来 是 罗司令 何参谋长 罗司令 您的身体如何 还是不舒服 这两天 头痛发烧 吃了些药 还是不健好 罗司令 还是心不静 这心里不静 病就不会好 走 咱们部队这么长时间没有发响了 到处都有滑变 我能不着急吗 罗司令 还是要早做打算 你是说 现在 我们是两面受夹击 一是共产党的部队包围我们 二是蒋委员长 又不信任我们 不发军响 我们的日子 没法过 依你何参谋长的意思 这个 还是由罗司令 拿住一把 这些天 我也在苦思冥想 苦无良策 说实话 我这个病 就是这么愁出来的 只有一条路 什么路 这个 就是我跟罗司令说过的 投共的事 不 我绝不会这么做 为什么 党国重用了 我这么多年 现在是危难时刻 我怎么能背叛 打国 罗司令 真的没有这方面的打算 没有 既然罗司令 没有这方面的打算 就算我这个 做三部长的 白说了 何三部长 我怀疑 咱们司令部里有奸细 和咱们长说话 还是谨慎为何 你是说 还有军统分子 也许是军统 也许是 中统 您怎么会知道 我在军界里混了这么多年 多少还有几个朋友 谁的底细如何 迟早会暴露的 那伊斯林看 谁又会是奸细呢 现在还看不出来 我看达副官这个人很神秘 他定有来历 说说你的看法 我只是觉得 他这个人 好像有什么事 在隐瞒着 现在的人 看不出来 报告 向小姐 来了来 请坐 何参谋长找我来 有什么事吗 找你来 当然有重要的事情向上 我知道 向小姐 是坚定的反共分子 是的 如果 你的上司背叛了党国 投靠了共产党 你会怎么办 这 我只是个机要秘书 又是个女人 我能有什么办法呀 这么说 你会自己做了共产党的俘虏 而不去反抗 不 你不能这么做 你应该替你的父亲报仇 我当兵就是为了复仇 你说的很对 你应该复仇 可是 我一个弱女子 轻有余而力不足 难道 你让我上前线跟共军作战吗 不 当然不是 那 何参谋长的意思是 咱们司令部 有人投靠了共产党 我让你干掉他 谁 你知道的 请参谋长原谅 我实在不知道 就是那个姓罗党 怎么 何参谋长让我干掉罗斯令 对 为什么 难道你不知道吗 他已经投靠了共产党 不不 我绝对不能暗杀罗斯令 向小姐 向小姐 难道你还想去报告吗 不 我不会去杀罗斯令 也不会向罗斯令报告你的事 如果你下不了手 你就会成为人家的阶下囚 他的戒备很严 只有你和达副官 能够接近他 趁他在夜里睡觉 你进去 一枪 达副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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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的 事成之后 达副官会接应你的 什么 达副官会接应我 嗯 这是一把乌生手枪 拿着 事成之后 我提拔你为人忠孝副官 罗斯令 嗯 哦 来 坐 来 坐 情况怎么样 谈判就定在明天 市角的一个小村子里 您看行吗 好 就怎么办 是 来 来了 师先生在吗 在里面 二位请 罗司令 请 罗司令 里面请 这位就是 共产党市委派来的代表 师先生 这位就是我们的罗司令 你好 师先生 就问罗将军深名大义 今日得见 实在是高兴 过去我一直与贵君为敌 想起来实在是惭愧得很 罗将军 快快请坐 有话咱们慢慢说 好 请 这里的条件不好 我也去罗将军了 师先生不必客气 我是当兵处身 什么样的苦没吃过 我不怕吃苦 怕的就是老蒋的欺压和歧视 是啊 这些年 罗将军 一直不被老蒋当作敌戏 受尽了老蒋的歧视 几万将士 常常是几个月 吃不上一顿饱饭 拿不到一文钱 而且老蒋还派人监视罗将军 真是令人气愤 是啊 一提起这些 我就想骂人 听达副官说 罗将军愿意处理蒋家王朝 站到共产党和人民一边 是啊 是啊 我就是这么想的 我已经向市委做了汇报 我们党真诚地欢迎罗将军 早日起意 好 我有几个问题 想请教施先生 将军请讲 这第一呢 我不长期与贵军对抗 我担心部队投诚以后 这数万官兵会不会受到歧视 罗将军尽管放心 绝对不会 好 那就好 那就好 黄处长说 上边已经获得准确情报 罗司令已经有意投靠共产党 上边命令 让我们尽快除掉他 可是为了防止他手下的几万官兵造反 我们这次行动要秘密进行 而且 绝不能让别人知道 是我们干的 如果走落了任何风声 军队从事 唐战长请指示 这个姓罗的是很难对付的 他身边有卫兵保护 不容易接近 是啊 咱们根本无法接近他 所以 采取过去的传统方式是行不通的 比如撞车枪杀 而且他身居简出 外人恐怕难以接近 我愿意冒死去暗杀他 不行 我们可以把炸药绑在身上 等见到了罗将军 再引爆 你这个人很聪明 你明明知道我不会同意你的计划 所以才在我面前表现 这 胖战长总是不相信我 你们根本无法真正的接近他 他身边的亲信 是不会让一个陌生人去接近他的 既然上边已经知道了他要投靠共产党 为什么不把他彻职查办呢